要知道,能锁不断能成就,只有净土这一门,除这一门之外,你找不到第二门。 这一门真是把我们救了,我们离开这一门,说老实话,没救。 离开这一门,你一定要做到能锁双望,你才有希望,只要有能,有锁,你就没希望,这一生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。 若离于念,名为得入,由此可知,随顺实在讲究是离念,离念才随顺,有念随什么顺。 这是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性论》里面,把随顺两个字的定义,给我们说出来。 由此可知,他这个境界实在是高。 十六,心虽无法,而法从心深。 因诸法亦如,故不可说。 因真心无念,故不可念。 名为真如也。 心虽无法,这是真的,真心确实无法,一法不利。 我们佛门里也常有这么一句话,佛是门中,一法不利,就是清净心中一法不利。 而法从心深,使法界僧罗万象是从心深的。 心是体,使法界依正庄严是相,从体起相,相从心深。 相虽然无量无边,体是一个。 因诸法亦如,故不可说,依旧不可说。 因真心无念,故不可念,有念就是妄念,必须念无能所,那就是无念,念而无念,念跟无念是一不是二,这个话就很难懂了。 刚才讲性根相是一不是二,你懂不懂? 如果再不懂的话,经根系是一不是二,那我懂了,经根系是一不是二。 知道经根系是一不是二,性相就不二。 无念是性,念是相,无念跟有念是一不是二。 这个道理比较深一点,要细心去体会,体会得了,受用无穷,我们才真正的自在,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受用。 也就是说经论上讲的随顺,随喜我们懂了,我们可以做到,做到了就过佛菩萨的生活,过佛菩萨的日子。 你要是不懂,不明了,我们过的是凡夫的生活,这个日子不好过,佛菩萨的日子的大自在。 知道念跟无念是一不是二,这是真理,这是自信,宗门所讲明星见性。 明星见性是什么样的境界,是怎么回事情? 很少人听说,也很少人给你讲,我们这个机会不错,在此的看到了,明星见性的境界,明星见性的样子,说一个总结的话是, 万法亦如,所有一切相对的,到他这里都圆融,所以说都会归到自信。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,真旺亦如,真旺不耳。 为什么? 真是体,旺是相,真是理,旺是事,体相不耳,理是不耳,真旺就不耳。 从理是不耳又出现了一个事实真相,事事都不耳。 华言经,上讲,理是无碍,事事无碍,一真法界的现象。 从事事无碍上我们明了了,是非不耳,邪正不耳,不耳也可以叫一如,是非一如,邪正一如,那看得更维系,更透彻了。 诸位要晓得,心里面决定没有丝毫的妄想,分别,执着,才一如,才不耳,稍稍有一点执着,有一点分别,善决定不是恶,恶决定不是善,邪决定不是正,正决定不是邪。 为什么? 你有分别,有执着,那就是二,不一,万法不一,心道清净平等,万法不二。 不二就是一,你懂不懂? 你能在这上透过,你就有受用,如果不会,老实念阿弥陀佛吧。 十七,念事业时,性体病模式式。 此名虽夜时分动,而性静自若。 能大师云,和其自性,本自清净。 念事业时,性体病模式式,这个念就是其心动念,不管你动什么念头,只要有念,就是业时。 业时是什么? 阿赖耶时的三细相,第一个无名业相。 这个念,法相宗里面所说的,一念不绝,而有无名,这个念就是不绝,就是无名,所以是阿赖耶时里面的无名业相。 性体里面确实没有,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念,没有其心动念。 由此可知,其心动念跟真心本性没有关系。 就好像阴天,云彩很多很浓厚把太阳遮住,我们看不到太阳,这个很厚的云层就像夜时,太阳上确实没有云层,没有云彩遮住,这个云彩跟太阳不相干,就是这么个道理。 此名虽夜时分动,而性静自若,这就说明白,夜时不管他怎么起,不管他怎么动,就是无论他怎么样的活动,与真心,与本性都没有关系。 能大师云,和其自信,本自清静,这是禅宗六祖会能大师开悟,向他的老师提出报告,说出他的见地,他真的见到了,清静心本性里面,本来就是清静的,从来就没有染污的。 五祖人和尚,同意了他这句话,对,没错。 我们的真心,我们的本性是清静的,从来没有染过,就像太阳一样,从来没有云彩遮住过。 我们今天心性不能现前,被无名烦恼障碍住,这是我们现在的现象。 无名烦恼是个什么东西? 是虚妄的,不是真实的,就是一个妄念,它不是真的。 可是这个妄念如果继续不断,它就起作用。 什么作用? 障碍本性,本性的作用不能现前,它起这个作用。 无名妄想,无名夜食,或者讲一念无名,它是什么东西? 这一装饰,世尊在,仁言经,上也讲得很透彻,但是,仁言经,的文字深,这个地方浅。 它这一段写的是真好。 我们没有办法不佩服。 仁言,那一段看不懂,看这个看懂。 十八,当之念之为物,当处起,当处灭,刹那不停。 并在前念灭,后念又起,念念相续。 随灭,随起,并无食物,由之空花,患有无食。 故曰,不怕念起,只怕绝持。 当之念之为物,当处起,当处灭,刹那不停,这就讲了,一念无名是什么。 一念无名的真相就是这个。 仁言经,上讲的,当处出生,当处灭尽,当处到底是多长的时间。 实在讲是极短暂的时间,短暂到我们无法想象,无法思维。 这个经上是遵作比喻,凡是比喻只能比喻个大概,没有办法比得恰好。 比喻里面所说的,我们就无法想象。 佛说一谈指有六十刹那,一刹那有九百生灭。 我们平常谈指,谈得快一秒钟可以但四次,四剩六十,乘九百,正好两个十万八千。 一秒钟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灭,这是无名,这叫妄想。 所以那个妄想,不要想错了,我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叫妄想,哪里是这个,佛讲的不是这个,这种妄想太粗了,佛讲的这个妄想,是一刹那里面九百生灭,是这个,你根本就不晓得,谁知道这个现象。 当处生,当处灭,刹那不停,这是她的现象,是她的样子。 并在前念灭,后念又起,念念相续,麻烦就在这里,使法界六道轮回是这么变现出来的。 她那个妄想,当处出生,当处灭,前面念灭,后面她又起来,刹那九百生灭。 为什么会有使法界不相同? 使法界是讲大的,细说每一个众生都不相同,每一个现象都不相同,这就是那个念头在变。 她要是不变,不都相同了吗? 生跟灭都相同。 她会变,这一变就不相同,这就是世尊在戴经上讲的无量因缘。 因为无量因缘,现无量的现象,这现象不相同。 我们讲堂做这么多人,没有看到两个人的面貌相同。 为什么不相同? 念不相同。 念要是相同,你两个人的面貌一定相同,相就相同。 什么人的面貌相同? 佛的面貌相同,因为佛没有念,所以现出的相都一样。 菩萨的相很接近,但是还是不相同,为什么? 菩萨还有一念身相无明眉断,那一念身相彼此也有差别,所以菩萨的相大同小异。 罗汉的相就各个不相同,为什么? 罗汉只断见思,无明眉魄,所以他那个念的差别很大,罗汉的相貌各个不相同。 何况凡夫,道理在此地。 念念相续,时时在在讲,要把这一句话讲清楚,讲明白,就是刹那九百生灭叶因果报的相续相,或者说连续相。 我们眼前摆的就是这么一桩事情,刹那九百生灭叶因果报的相续相。 真的是,当体积空,了不可得,你要认为真有,你错了。 所以,金刚经,上交给我们,寿持,读诵,为人眼说,我们要怎样做,现在总算是明白了。 不着名字相,不着言说相,不着心原相,心里面干干净净,一法不着,这叫寿持,我自己寿持,做出样子给大家看, 那叫眼,别人来问,我跟他说明,叫说,这是寿持,眼说。